男群老人之家日拓长辈 拿起笔一笔一画的学写字 虽然手有点抖 字不是很公正 但每位长辈都很认真地学写他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三个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因为我们这边常常办活动要签名 所以我觉得他们每次都找我带签名 我想说那就叫他们自己写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是父母留给我们的纪念 还有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男群老人之家监护工刘秋兰表示 名字是父母亲给的祝福 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字 他发现日拓中心18名长辈中 有6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于是他上网列印字帖 从最简单的笔画交起 我好欢迎啦 本帝我都说他们口话啦 对啦 现在他们说就要耳术啦 这我术术的仪了 我知道了 留小姐这我学我很高兴 真的会学啦 学不漂亮啦 刚开始他们会有排斥 会觉得哪比比哪锄头还困难 就这样 我说没有关系 就慢慢诱导他们 又打个电话 请家属帮忙协助这样 那慢慢他们就有一点自信 写出来就一直鼓励他们 就很有自信 很有成就感 刘秋兰表示 有长辈越写越有兴趣 一有时间就跟他拿纸 说要练习写名字 现在需要签名的时刻 长辈们会一笔一画 写出自己的名字 从长辈脸上的笑容 看得出他们越写越有自信 学会写人生中最重要的字 他也替长辈们感到开心 频道新闻 张荣 柳建荣 采访报导